一口一个的奶香山药小饼 不加蛋不加油 我家宝贝吃美了 直说太香了 120克山药蒸熟后压成细腻的泥 然后加入100克无糖酸奶 20克白糖 混合均匀 再加入250克普通中筋面粉 3克酵母 搅拌成絮状 再加入2克黑芝麻增香 下手揉成光滑稍软的面团 盖好松弛5分钟 再将面团擀成厚度约7-8毫米左右的面饼 用小模具或是杯子压出小饼 萌萌的很可爱 我家宝贝叫它瓶盖饼 把多余的面饼再揉成团 重复上面的步骤 直到面团全部都压完 一次摆好 盖好保鲜膜 饧发半小时左右 饧发这小饼圆润饱满 拿起来手感发青就可以了 用电饼铛或是平泥锅来煎都可以 刷油 或是不刷油也都可以 区别在于刷油了颜色会好看一些 依次摆入小饼 全程开小火加热 盖盖焖1-2分钟左右 开盖翻面 另一面 尖至上色 再发一次面 如果有上色不均匀的地方 可以换换位置 直到煎至两面上色满意 安亚能快速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酸奶山药小饼就做好了 胖乎乎的非常可爱 蓬松轩软还筋道 专制不爱吃山药的小朋友 做成这样的小饼后 我家宝贝一口一个 妥妥的吃美了 赶快也给你家的宝贝安排起来吧